釋放教協 預備 開始 打兩截 把床單給連在一層 打兩截 固定重物 然後吊在外面 你聰明 對 吊在外面 不是滑下去 不夠長這個 吊在門口 我跟你講 老師 這個火如果萬一把床單燒斷了怎麼辦 那總會多保留一點點時間 給自己多贏得一些 我們所有的消防姿勢 它不是截隊的 它只能是跟進現場的環境而定的 相對 但是我們平常營的話 怎麼牢固 怎麼打 往死裡面打結就對了 然後 老師 提問可以嗎 如果把床單打 是不是會效果更好 不會 它會滑 它會滑 然後找一個固定的點 把它綁死了 可以承重你身體的體重 然後利用穿抬套了 三樓以下 建議就用這個方法 高樓層的話 就不建議了 就不建議了